第21题,酸碱综合的实验中,如果我们取0.1大M的氢氧化钠,低定0.2大M的盐酸溶液50毫升,则需要多少毫升的氢氧化钠才可完全综合。 我们晓得酸碱完全综合条件是氢离子的木耳数,等于氢氧跟离子的木耳数。 而如果算木耳呢,我们大M等于体积公升做单位分之木耳,所以木耳呢就是我们的木耳浓度乘以溶液体积,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酸有0.2大M乘50毫升除1000毫升,但是要注意我们用的是酸的浓度跟酸的体积,出来的是酸的木耳数,可是我需要的是氢离子木耳数。 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,一个酸会有几个氢离子,我们给的是盐酸HCl,所以一个酸会有一个氢离子,所以我们这边写乘1,表示我们知道我们要算的是氢离子的木耳数,一个酸有一个氢离子,那么会等于我们的氢氧跟离子木耳数,说我们的氢氧化钠浓度0.1大M,那么有多少体积不知道除以1000毫升,也一样我们要问一个酸有几个氢氧根, 氢氧化钠NAOH,那么一个氢氧化钠有一个氢氧根,所以我们这边也写乘1,表示我们知道要算的是氢氧根的木耳数,那么一个减有一个氢氧根,那么这个1000跟1000消掉,那么这个0.1这边会变成2,所以呢我们的X呢就是100,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氢氧化钠的体积呢是100毫升, 第二十一提问,则需要多少毫升的氢氧化钠容易才可完全综合,我们答案选的是B100 补派